虚拟Q版黄仁勋现身英伟达开发者大会 我们有能力创造新的3D世界 11月10日 在人工智能计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伟达 在其开发者大会上发布多款软硬件新品 主要用于数据中心 量子计算 虚拟世界构建用途 其中 英伟达虚拟世界构建平台Armiverse得到重点展示 Armiverse予于EK年12月推出测试版 被英伟达定义为一个模拟和协作平台 基于美国动画制作公司 皮克斯的通用场景描述打造 知识多人协同和工作 可连接多个3D软件平台并调用 最终由GPU提供实时渲染 可用于设计工厂 训练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等 基于Armiverse 英伟达将虚拟世界应用拓展至更细分领域 如ArmiverseLimplicator 该工具是针对虚拟环境训练的合成数据生成引擎 ArmiverseDevator则使用AI 弗形技术在虚拟世界中 构建人类虚拟形象 迎合时下流行的数字人热潮 黄仁勋介绍 虚拟形象 能够模仿真人语调和发音 可以看到 说话 谈论各种主题 以及合理理解提问者原因并表达意图 对于数字栏生技术 在虚拟工业领域中的应用 英伟达取得了多项进展 如宝马借助Armiverse在虚拟环境当中 规划未来工厂设计 包括空间配置 生产流水线 人机协作的规划等等 利用物理模拟并结合Ar等技术 能使人类置身在虚拟工厂空间进行感受 并找出问题 使工厂规划更为完善 则在Armiverse构建一座城市 作为5G技术的实验厂 借助物理模拟技术检测5G信号 在虚拟环境中的传输情况 作为改善通信基站配置 优化天线设计的参考 例如 要适应如今顾客的定制化需求 而打造柔性工厂流水线 可以先通过数字版本进行流水线 工人以及机器人的模拟 寻找最优调整或配置方案 在自动驾驶汽车真实录测之前 先在数字道路中 进行足够的模拟测试